看一下这个台湾的内部 这个赖清德最近心情不太好 骂骂咧咧的对不对 骂党啊骂军啊骂官啊 就是你就看到他到处在大暴走 连跟这个徐真卫连线的时候 就要六度质问 然后呢九月份的国政满意度的 民调信任度双跌 这个亮哥 一方面亮哥念过心理学 二方面亮哥是民进党出身 亮哥解读这个赖清德是最传神的 他说赖清德执政呢 诸事不顺啊 因为美国不让他过境嘛 他很不爽 那这个呢跟他的政治性格 还有判断力有关 比较沉不住气 比较容易上脸 那对比就是他的前人赖清德 蔡英文 蔡英文在表达能力上 比赖清德聪明十倍 赖清德看到这句话 应该心情就要不好了 对吧 哪壶不该听哪壶 所以他就说嘛 蔡英文是用萨西米刀 赖清德就是拿官刀 拿着官刀到处挥 只要他出席的场合 你就看到 好像一个官刀 在他的手中挥舞一样 然后尤英龙 这个绿营大佬也说嘛 他在讲这个 怒斥国防部晋升将官的事 赖清德的个性来讲 如果事前沟通好 他不可能大发雷霆 所以中间上一定有重要的 沟通上的问题 才会有这样的风波 无风不起浪 我不晓得 我觉得事前沟通好 那每个人都可以表现得很好 那重点你的个性的一个展现 还有你的反应力 你的情绪控管能力 就是突发状况嘛 不是吗 所以也就是说呢 我觉得尤英龙的讲法 是呼应了亮哥的讲法 就是说呢 在表达能力上 可能在这个性格的这个暴冲上 赖清德跟蔡英文 形成了蛮鲜明的对比 甚至我们的来宾 很多人讲到当初的蒋经国 蒋经国一进来 大家全部站好 蒋经国就跟大家讲 坐下坐下坐下 那种你就会觉得蛮贴心的 对不对 总统体贴我 但赖清德是刚好相反 就来看一下这个赖清德 我请这个介大使来解读一下 赖清德的心理状态 他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啊 他本来个性就是如此啊 他以前也不开心啊 他跟以前跟那个朱信宇 打架的时候 那是打得真的突破血流啊 两边那个差点 他都真打 他在立法院的时候 那时候跟这个国民党的立委 他是就是准备打架的 所以他个性就是很爆裂 说穿就是爆裂 对你看到蔡英文 蔡英文说实话 这个完全执政嘛 在立法院也是多数嘛 可以说他的命令 都可以得到完全的执行 但蔡英文对于军中 都还是怀柔对吧 那但是你看到赖清德呢 军中这个事情我们谈过 那但是你看到现在 我觉得党内 隐隐第二势力出来了 怎么看 他现在把那个就是 这个大哥嘛 就是郑文燦 这么一杀的话 基本上的话 就惊起人人自危啊 民进党哪个没问题啊 哪个就跟那个陈水扁 他女儿说 哪个没拿过钱啊 对不对 那个他要查的话 那真的是一钢子人都过不了关 所以他已经就杀金井猴了 那我觉得他的心情不好 有两个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他是投票的时候 虽然他拿了40的选票 可是呢投票率只有70啊 所以百分之二十八 有投票权的人票投给他 他有什么代表性啊 对所以他基本上 他的这个政他的这个统治基础是很不稳的 然后里面的话他又是一个忌恨很深的 他对蔡英文我觉得就变成就是很多人都预测 他迟早要拿蔡英文下手 就拿他的这个什么 拿他的这个论文 对论文 因为这个 这个赖清德自认为自己是有洁癖啊 政治洁癖 他看不惯这种怎么样 这种投机作假 虚伪的 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他自己也没好到哪儿 他的那个赖皮疗 他也死死赖啊 赖到最后啊 然后呢 他每天叫人家去打仗 要搞四十万民兵 说他的呢 他的儿子两个儿子都不回来 对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人就变成就是说 说穿了就是 律己甚宽 律人甚也 对接大使你怎么看啊 现在就是说第一个是这个政国会分裂嘛 当里面的两个大将 林嘉隆跟林佑昌啊 功不可没 自己列起了自己的政国会 但不管如何 政国会还有其他人啊 那其他人怎么办呢 有些真的就是意见不合 所以现在很多人 据说要带枪去投靠英系了啊 所以英系现在出现了一个铁三角 当然啦 今天这篇出来 我觉得不晓得 这三个被点名的人 是不是也是瑟瑟发抖 看看这个灿灿 看看灿灿的下场啊 大阿哥下场这么惨 二阿哥陈其迈呢 笑得出来吗 虽然现在确实啦 他好像变成一个 非赖系的一个共主 但是眼看着很快哦 2026年 你看到他的任期到了之后 然后呢 会让他高升 他都已经做过行政院副院长了 会让他高升到院长 或是等等吗 那怎么看待这个二阿哥的出路 还有这个英系铁三角可以发挥什么样的动能 我觉得会发挥很大的动能 其实这些英系铁三角还有这个二阿哥 基本上都是赖清德自己制造出来的 他在党内这种讲话这种做事的方法 事实上一定激起内部相当大的不满 他第一个独裁 第二个就是说他很怎么样 很阿爸对人也不尊重 这种领导最后就是怎么样 到最后就是内部就是很多人就要跟他畅反调 那他一上来你看 这个要立法院的立法委员要全情 讲话讲得很绝 那然后你看那天 我觉得那天训将军的 其实最没有面子是谁 就是顾力凶 说实话我们在官场看 你这个长官这样子 直接去训下属 你就让这些下属的长官就是难看 我直接训你 这下都是国防部长在那个地方 你直接去训那些将官 你置那个国防部长于何处 我就除非啦 这个顾力凶恋战官位 做官想做官官也很大 拓面自干 要不然说实话 他要有一点风骨的话 他有一点自尊的话 应该挂罐球去了 不要拿那个几个钱 何必呢 后面还有的弄了 这个赖清德脸一翻的话 事实上对这些人都不会给好脸色 那不过能够生存下来的 我觉得就是林佳龙跟林又昌 林佳龙反正就是怎么样 嘻嘻哈哈 他就是要一个位置 他要位置 所以他也顾不了自己的政国会了嘛 虽然感觉上他是 他是政国会的这个领袖级的人物 他要政国会干嘛 我都忘掉了 我都忘掉了 他现在看这个赖清德的杀气腾腾 他顾他自己就好了 他顾什么政国会 对不对 当时以政国会的头头 去接一个外交部长 对嘛 赖清德也是给他一个鸡肋嘛 以赖清德领导来讲 台湾的外交能有什么样的突破跟进展 他原来还是蔡英文的总统府的秘书长 是啊 那是连降三级 他也做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人就是说 有官做 什么原则都不要 所以大家看看 当初小英喜欢的这些小英男孩 郑文菜啊 还有这个陈其脉啊 其实说实话 当初林家龙这个小英也蛮喜欢的 对吧 但是大家各奔前程 各奔前程 为自己的前程打算 当然最重要的 大家也是安全为上嘛 你看看这个郑文菜有多惨 我们下期再见